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 我姓郑杰 新闻手下带你来看到是 今天是农历7月1号鬼门开 因此昨天开始在淡水竹尾码头 由竹林慈玄公举办了一场淡水河祭跟陆祭的超度大法会 今天早上新北市长侯友宜还出席了龙船点睛仪式 祈求地方平安 并表示淡水河陆祭祭祝法会已经举办了十几年 相当感谢蔡景贤议员为地方的付出 今天是农历7月1号鬼门开 因此从昨天开始在淡水竹尾码头 由淡水竹林慈玄公举办了一场淡水河祭与陆祭的超度大法会 而最长法会将会连续三天 今天上午新北市长侯友宜更出席了龙船点睛仪式 并且表示淡水河陆祭合祭祭祝法会已经举办了十几年 相当感谢蔡景贤议员为地方的付出 市长更为龙船点睛祈求地方平安 非常感恩蔡景贤议员 在每一年7月这个时刻里面 为了让我们的孤魂 让我们很多 因为在这里意外自杀 甚至因公死亡 以及有很多骨子的孤魂 能够受到满满的照顾 大家都在这里做公典 我们可以理好地道 可以让共同来帮助地道 可以很清静 可以让大家都很平安 大家都可以很欢迎发展 我想这一段既的活会 说要做这个总统 今天这场法会相当热闹 一早十点多 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场参与 并且参拜祈福 而随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与市长侯友宜在接近中午时到达 而王金平更说市长侯友宜 与议员蔡景贤为地方发展 照顾落势 这场法会也希望能够为地方带来平安 所以很多人都必须要每一年来 把草堡去转绍 王姓 还没在那里来狗腿 我们再去由我们所有的理督 所有的一些自治共团队 跟我们所有的来送信 来听见 与他们转到自由世界去转绍 我们今天主理人市长 他也有带来 我们现在 我们的理督王金平现在也要来 还有我们这个 侯友市长也会告诉我们 来维留这些事情 大家也尽关心 尽点心 今天这场法会相当热闹 由于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 阻挡引发政坛热烈讨论 市长回友宜被媒体问到 实则表示自己做好市政 自己有信心 就不怕别人其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而另外词询工主委蔡景贤也说 希望透过每年超度法会合计入计 四方好兄弟 让大家到淡雪都能够平安顺利 记者许端英 代表采访报道